大家好 歡迎收看富裕之路 我是富裕老師 各位我發現最近的行情 是不是就像我跟你 規劃的是不是一模一樣呢 來看一下 今天收盤又上漲130點 奇怪大家都覺得這個盤很危險對不對 很多人對這個盤都不放心 怎麼一直不斷的墊高上去 你還記得之前在上個禮拜之前 多少的空頭言論 嚇了你皮皮床 嚇了你好像想要股票全部賣光光 對不對 在這一天我們還是要特別講一下 4月19號當天大跌千點 多少人講各式各樣的理由 富裕老師當時是在盤衝 其實我那時候在盤衝 我就跟我會員講 什麼那時候我記得消息什麼 以色列發射飛彈打到伊朗 各位你今天聽到這句話 你有沒有想到好像 已經是上輩子前的事情了對不對 好像很久遠 怎麼還會有人講什麼以色列 打什麼伊朗都沒有啊 是不是留言 各位我那時候就講 因為那時候其實就是盤中都已經超跌了 跌千點 大家把恐慌性的賣壓都賣出來 根本都還沒打你就當作打了 所以你看從那時候 來你看那天外資是不是大賣 你看外資是不是也是跟著留言 大賣回測季線 好你看一路的往上 對就如富裕老師跟你講 我說我這邊真的是超跌 恐慌性賣壓 接下來反彈 我認為那就是超級大賣點 相信你看我節目的 你都可以幫我做見證對不對 外資大爆賣再加上回測季線 好其實你看從這一天 19291 你知道到今天的高點 20689 你知道這樣子漲了多少點了嗎 漲了1398點 將近1400點 對 結果在這1400點的行情 你是不是覺得你又錯過了 你是不是又提心吊膽 你是不是每天股票抱不穩 對 你就不知道如何操作 所以很容易有個震盪 對不對 每天你都會有各種的理由 對 說服自己不要經常買股票 對 趕快把股票賣掉 那你會發現結果後來是個錯誤 所以我說我規劃行情 真的是很重要啊 你看我這一鏡一直不斷拿這張圖 對不對 相信 你看我節目 你都幫我做見證 我說出身段從12629 漲到17463 整整漲了38% 以我的技術分析來講 我認為主身段會大於出身段 所以我認為目前還沒有結束 而且我一直講 其實有沒有 副老師不是一個喜歡做很大波段的人 講這個 只是要給各位一個明確的方向 當你方向確定了 接下來你要的是方法 對不對 然後你看我會跟你講 來外資大賣超加上回測季線 就是超級大買點 我說這個看 這是主身段的波 第一波回測季線 第二波回測季線 接下來我認為我有第三波 這我在節目講很多次 出身段 對 你剛才看到出身段 像我們這種西部來放大一樣 是這樣1 2 3 對不對 第三波 好 我們接下來 我認為接下來就是長這一個 第三波 尤其我講出身段的第三波 在去年的五六七三個月 我說很好做 標股滿天飛 我現在認為也會重演 就是如此的我們去做一個規劃 那你方向對了 你看你近期如果相信我的話 對不對 我說信心最重要 你相信我給你的規劃 然後你抱著股票 有沒有發現 對 最近不要亂殺股票 有沒有 對嘛 但是這1400點反彈行情 那你有沒有掌握住 沒有掌握住 第一個沒有信心 第二個你沒有方法 因為這個方法 我們是不靈短破斷 我們是要強勢股去做操作 我常常講一句話 如果市場上還有強勢股可以做 你就對這行情不要擔心 對 聽市場跟你說 不要你跟市場說 很多人都會有自己的想法 認為如何如何如何 但是市場不一定會吃你這一套 只要有強勢股你看到了 我們就去做操作 那我說強勢股的操作 我說最適合投資朋友們 就是不靈短破斷 一買突破 二買拉回 三賣關鍵 當然第一個一買突破 很多人都會講 到底要突破什麼 這是最關鍵的對不對 各位 突破 不靈往上走 你看副教師每天跟你講這個節目 每天用都是同一招 因為這就叫絕招 對 不用變來變去 絕招就是一招 對 一招就行走江湖 那很多人會覺得 其實我覺得很多人的問題 其實強勢股操作大家也知道 但是會怕 因為有時候強勢股震盪很激烈 對 所以我要請大家克服 去操作強勢股的恐懼 你要擁抱強勢股 那當然你這一定 沒有100%對的方法 有時候你看到這些強勢股你去買 跌下來怎麼辦 各位 跌下來就勇敢的停損了 對不對 我跟各位講 來 這最後我一定要跟你分享 一檔股票贏要養 對 你輸 你要跑 記得 最好你贏了 你發現你對了之後 你就要咬得緊緊的 對 給它一個大波段 但是錯了你就跑 對 其實你常常停損 不要太多 那停損之後你會發現 你這樣操作會比較靈活 因為你在把資金移到 比較強勢的地方 他說強勢股 各位 你有沒有發現 副小師像之前跟你像亞翔 對 你看那個漲幅 將近快100% 待會我們可以再來看 那100%的股票 對 你看上漲了100% 那請問你會跌到超過100%嗎 很難對不對 所以其實你只要抓到一檔好的股票 用對的方法 你好好賺到一個波段 它可以抵你很多 對 錯誤的判斷 那重點在於什麼 方法你要做驗證嘛 所以副教師講 如果你不知道常識股 你對著盤勢你也害怕 右下角你有沒有看到 小老鼠綠曲588 對 這是我的家族 在LINE的家族 你可以先加進來 加進來之後 因為我是每天6點鐘 傳送資訊 包括像你看到 像這樣子一個盤勢看法 還有強勢股指標股的解析 如果你進來之後你沒看到 因為可能你6點之後才加入 麻煩你在對話框這邊打出588 對不對 副教師是小老鼠綠曲588 你就輸入個588 接下來就會有一個盤勢的 當天的盤勢解析 你就可以看得到 或是因為有系統的關係 你沒有領到的 你一樣可以打 對不對 你看我們怎麼做操作 我也常常在家族分享 這一從昨天 你看昨天最強勢的股票 大家知道是鴻海對不對 成交值第一名 最強的 那你昨天是看到 來鴻海營收 重返5000億大關 對不對 創下最強4月的 對好成績喔 但是在你在昨天禮拜一的時候 你才看到這個新聞 好 副教師要在家族 禮拜五就講了 對其實我在節目之前 都有在做一個預告 也做個解析 我也不亂跟各位講 你看像鴻海 來2317鴻海 這我在5月3號 上禮拜五的時候我講 來先注意這邊 機會又來了 一定要跟著我一起進場 禮拜五喔 我是禮拜五講的 各位在禮拜五在家族就講了 目前窄口逐漸收縮 好我們先來解這一個 各位方法很重要 各位我說要方法 很多人是看股票漲上來 就跟你講說他也有 可是問題是你有沒有檢驗過 他的方法是什麼 各位他有沒有預告嘛 突破布林往上走 這副教師都預告給你看 布林短波段 是我一直一路以來的方法 對邏輯都很簡單 好在這邊 我們來看一下鴻海 其實我在節目就有解過 還記得這之前第一段 在3月的時候 副教師代表作 各位從3月4號開始 他這邊突破布林 各位105元在這邊 開始整個帶動他整個趨勢的一個反轉 之前鴻海是大牛骨 沒有人喜歡做 雖然基本面很棒 大家也知道他是AI主流 但是就是漲不動 因為之前就在這個布林軌道內 對 沒什麼動 開始做突破 副教師後來跟你講了 都在一路漲上來 在這邊我說帶框過寬 很多人追到150 他會陷入整理 對 超過一個多月 一個多月的整理 等到這個帶寬變窄之後 黃金交叉 還記得副教師跟你講 突破布林之前 往往有時候會出現 最重要的現象 就是窄口黃金交叉 對不對 所以你看我講了 就是我跟我家族朋友 我也是這樣講 目前窄口逐漸收縮 機會又來了 有沒有 因為我看到了 我不是蒙到的 各位不是蒙到對不對 來這邊出現了窄口黃金交叉 所以在禮拜五 各位這兩根K線 你先遮掉 你自己想想看 禮拜五的時候 你會去跟人家講說 接下來就是有機會了嗎 很難吧 但是副教師看到 我說窄口黃金交叉之後 很容易突破布林 是不是開始帶動整個行情 開始往上走 對吧 而且你看 我方法是不是一路以來都一樣 3月4號的時候 我也講了一買突破 各位突破到底要突破什麼 突破布林 所以你看我一直以來的邏輯 都是一模模一樣樣的對不對 所以你還記得我這張字卡嗎 鴻海105買的會跳舞對不對 為什麼會跳舞 因為開始突破布林 開始往上走 你有層幾何時 你有想到鴻海會像標股這樣標嗎 而且我也就跟你預告 在這時候我就跟你預告 它會陷入整理 我說帶寬過寬 而且你看它也沒有再繼續站上 你看這個是期待 龍背上我之前有發明過這個術語 你會發現在這種布林的上面 像騎在龍上面 慢慢的你看它沒有辦法騎的時候 帶寬又很快的時候 很容易陷入整理 這時候最強的整理方式就是回月線 對不對 這我講過很多次對不對 方法就是如此 然後看我也預告給你看 對不對 鴻海就是如此往上 整個行情開始帶動 所以你覺得520的行情到底會如何 520政策面到底是偏多還偏空 還有這些指標股 對我說包括像昨天跟你講 像金融股 最近都開始動 而且指標股紅海往上 其實政策面真的很明顯 我覺得行情很大 你不要錯過 那你看預告在前 是不是一樣 再創新高 對不對 這是在昨天 那我禮拜五在家族就分享 所以你看在我家族 其實你先注意是 到底強勢股你要怎麼去掌握 不是隨便亂追 很多時候看到新高 看到漲停板去追 但是有時候 我一直講 你要真的他們開始轉強 就是在突破不靈的時候 對不對 你再想想看鴻海 這邊是不是突破不靈 鴻海105 105在這邊 各位3月4號105就在這邊 突破不靈 各位這很明顯 我講的方法是一樣 對不對 你可以不斷驗證 你在家族你也可以看 像我之前早就預告 包括像最近 大家可以一直講 記憶體 其實我就說 你看 記憶體為什麼最近那麼紅 這其實我之前就已經解過 包括在電視上也講過 我說AI 很多的受惠族群 記憶體一定也是 對不對我3月就已經預告 然後我常常講 主流股你知道它的題材 接下來你要做什麼 技術面的操作 包括像鴻海這麼好 那你是不是要一買突破 對不對我常常說 主流股加上一買突破 突破不靈之後 往往就會變標股 對不對有沒有變標股 來你看一下 昨天十全漲停板 今天再來一支 當然副教師不是懵到的 因為早就跟你講說 這個記憶體你要特別去注意 有哪些股票 結果在家族早就已經先做 預告分享了 3月多的時候 那時候我跟你講 來黃仁勳高喊未來10年 AI算力要暴增百萬倍 你算力要暴增百萬倍 請問一下記憶體 到底會不會受惠 當然會 這個邏輯真的是很明確 當然很多人會講說 現在受惠的 這是什麼高頻寬記憶體 當然我講說高頻寬記憶體 它用了還是用傳統的 像DRAM這樣子 它只是封裝的方式 對它是用比較先進的 它基本材料還是在那邊 而且你大家一直不斷地使用高頻寬 你其他基本的它整個報價也會被帶動 這我邏輯一路以來都是這樣跟你講 美光意外轉型本季看望 有沒有看到 帶動記憶體晶片價格續揚 還有到到上禮拜的時候 5月2號 美超微上季營收低於預期 我說為什麼美超微會低於預期 其實最重要的原因 就是它上游的零組件缺料 那缺什麼料 我那時候有沒有跟各位講 其實很有可能 也就是記憶體它缺料 高頻寬記憶體缺料 所以帶動整個事況 所以我這樣講 然後你看今天第二支 今天第二支漲停 重點是你要怎麼掌握 各位你有沒有想過這個問題 這我在家族都講過 你看到 來 自己去驗證 禮拜五 五月三號 創新高是不是這邊突破不靈 有沒有 這邊是帶量突破不靈在這邊 而且我常常講 第一個突破不靈的時候 留下的上影線 很多人很奇怪 看到上影線就覺得 渾身不對勁 有問題 然後我講那是在高點 它漲了很多很多之後 留下一個上影線爆量 因為很多人吃過這個虧 以後看到凡是上影線有出量的 每個都說它那個就是出貨線 什麼天線寶寶 但是你有沒有注意到 第一根在這邊這樣子 你看起來不起眼 但是你看接下來連續 再兩根往上 但你看到第一季賺了4塊錢 這種強勢股 其實這個 副小師早就掌握了 二三月 其實我的會員朋友應該都知道 二三月 那時候我們就在積極做一個佈局 往這個方向 現在這是水到渠成 所以你可以用技術面做操作 鴻海也是如此 石圈也是如此 不管是大股票很大的 對 你其實方法都一樣 昨天我跟你講中信金這麼大的股票 對 其實鴻海比它更大 用的方法是不是一樣 從今天開始突破布林 是不是開始往上走 整理完這邊再突破的時候再往上走 對嘛 突破往上 一樣方法是如何 但是如果你自己無法掌握 對 最簡單你加入會員 那如果推而求其一次 各位右下角這個家族你先加進來 你先看一下方法到底是怎麼樣 去掌握這些強勢股票 對不對 來 六四四二光盛 四月三十日出現窄口黃金交叉 這我在家族就分享了 講得很清楚了 接下來這是突破布林的訊號 各位突破 各位一買突破就是突破布林 那你看突破之前往往會出現窄口黃金交叉 對不對 你看我節目我講很多次 所以在這邊開始這邊轉強 四月三十這邊轉強 這邊轉強開始突破出去 那很簡單 我跟你講突破出去繼續往上的時候 你在這邊拉回都可以再做買進的動作 對不對 所以在禮拜五的時候各位拉回來 可不可以再買 六四四二光盛 156.5的時候可不可以再做買進 可以啊 各位要今天記得 各位順序是這樣 不是所謂很多人說二買拉回 看到跌就要買 但是你現在要一買突破 他是強勢了一買突破之後 才有二買拉回這個動作 不是一路凹單 一路往下跌 各位那只是攤平 那是輸家的做法 強勢股拉回 這時候你才可以再去做買進嘛 所以在昨天的時候 是不是看到在創新高 好 要記得 短線極掌超過20% 很多股票 各位我們竟然是短波段做操作 很多股票不會死爆活爆 當然副小時候會分門別類 有些比較核心的股票 我們可以報久一點 但是有些我們就是短線做操作 對 尤其大的這波行情 強勢股快速的去積極的 短波段做操作 對不對 所以像光盛 開始轉落 各位記得喔 不是一檔股票跟他談戀愛 不是死爆活爆 當他這樣急掌上來之後 開始當他轉落的時候 我們也要選擇做賣出的動作 這是一定非常正常的現象 對不對 好 再來看一下 你看強勢股作操作 你要怎麼去掌握 這我在昨天 這我昨天在家族講 1582性警 5月2日第一天突破布林 各位一樣你看我永遠都是 第一句就跟你講 如何突破布林 那當然他的題材他的概念是如何 這個你自己可以去看 但是重點在什麼 技術面 來 5月2日 在這邊 5月2日突破布林 開始在這邊 開始往上 拉回這邊就是一買突破 接下來才會有二買拉回 各位你不要傻傻的喔 每次喔 聽人家講什麼二買拉回 看到每個黑棒都去買 各位有時候跌下來的時候 讓你攤平 你會攤到絕對受不了 富豪是不建議喔 無限制的去做攤平喔 有時候主流股拉回來 對從高點已經喔 有時候急跌超過30% 你可以試著找買點 但是他也要他轉強喔 那是一個反手拍原理喔 以後我在節目有時間再講 但像這種正手拍喔 你看拉回這邊再往上 再往上是不是再創新高 其實強勢股就是這樣做操作喔 所以各位記得喔 行情來了 主身亂並未結束 接下來對方向正確 重點是差了就是你要用的方法 歡迎跟著我們一起行動 今天進入廣告 創短撲斷獲利法 被您買在起漲點 賣在轉折點 讓您掌握投資成功的方向 實現財富自由的夢想 富裕專線 022-2752-5868 2752-5868 2752-5868 想了解最新台股走勢 股市民視現階段手中的標股 您想知道的一切都在股動乾坤 陳東東鼓楊老師 引持成功三藥義 簡易紀律高效率 獨創短撲斷獲利法 被您買在起漲點 賣在轉折點 讓您掌握投資成功的方向 實現財富自由的夢想 富裕專線 022-2752-5868 2752-5868 歡迎回到現場 各位記得 現在是主身段 第三個上漲波 第二次回撤季線完之後 接下來展開 就是第三上漲波 這個上漲波非常棒 我也講強勢股積極做操作 我也知道很多的朋友 對強勢股都很害怕 覺得的時候 人的就是會害怕 感覺那種強的都很害怕 就覺得去操作弱的 好像比較不會震盪 各位那是錯誤的觀念 所以記得強勢股操作 贏了就要咬住 輸了你記得錯了就趕快跑 對不對 贏要咬 輸要跑 贏要咬 各位你看咬住是怎樣 雅翔之類從這邊突破 對突破步你開始往上走 你看他漲20% 漲40% 對真的有夠驚人 快漲到60% 快要80% 到最後快要100% 各位 快要100%是什麼概念 各位你自己有股票 負100%的嗎 對不對 直接跌到0了嗎 沒有嘛 所以如果你有一檔股票 讓你自己有賺到100% 各位實際上你看喔 這樣子你可以抵其他 你看錯的股票 很多檔啊 對不對 你有看過 你自己有超過負100%嗎 沒有 但是你有可能賺到100% 那你要怎麼賺一倍 各位方法要用對 對不對 突破步林這要記得 你這種抓到強勢股 抓到對了 他沒有轉弱的時候 就不用輕易的把它放棄 來看一下 我們那個方法都一樣 對不對 包括剛剛上半段跟你講 像鴻海 十全光盛 對不對 性景 好來看一下 你看瑞宜喔 6176瑞宜 為什麼這天要買 各位181這邊為什麼要買 4月18號 來看一下 等一下 好 電腦跑慢一點 來這邊 4月18號在這邊 來 4月18號是不是 窄口黃金交叉 我剛才跟你講鴻海是不是一樣 窄口黃金交叉 從貸寬很寬變窄 窄口黃金交叉 我們在這邊都買進 後來往上 好 這三天看起來好像開始 對 沒那麼強了 沒那麼強 而且短線也及早超過20% 你可以開始找慢一點嘛 對不對 我就講你看往上衝 再來往上衝 再來往上衝創新高 我的方法都一樣 當然我們的速度會很快 我講我們是短波斷做操作 我們有買一定有賣 包括像我跟你講像旺系嘛 突破不靈在這邊 二買拉回在這邊 繼續創新高繼續往上 然後我說你看創新高 創新高 隔天我們抓一下狀況 短線急漲 你看因為前一天這時候已經27% 27%然後衝上去抓一下狀況 來創新高附近 然後我們先做一趟市價獲利賣出的動作 有買有賣 對不對我們都是這樣做操作的 短線急漲 我們這邊做買進 短線急漲這邊賣出 賣出之後該給你看 口訊現在拉回來回越線 你是不是可以分波段去做操作 對 就是如此 不要害怕去操作強勢股 尤其現在行情來了 主身段並未結束 行情來了 接下來你要積極的操作 接下來是你掌握強勢股 最好做一段對不對 你只要用對方法 記住你有信心方向正確之後 用了差的就是方法 而方法就是傅老師跟你講 布林短破段 跟著我們一起硬買突破 突破布林往上走 對 大行情來了 跟著我一起硬買突破 硬買突破的特工隊 現在熱烈招募中 跟著我一起掌握主身段的行情 我們明天見 拜拜 本投資公司與所推薦分析之客 也有大證券 無不當制裁物利益關係 以往之績效 不保證未來獲利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隨身評估 並自負投資風險